林志颖车祸最新撞击画面曝光 当时他开着白色轿车正要上桥 却突然往右偏直直撞上分隔岛 当下车头猛力翘起将近90度 就连路牌耗质感也猛烈的震动一下 随即从引擎盖内冒出浓烟 一分钟内车辆冒出火势 凶凶火焰直散天际 没多久后整辆车烧成火球 车祸发生后林志颖被人救出车外 第一时间他意识模糊无法正常对话 幸好小儿子Dinson只受到轻伤 被救护人员抱下车送进医院治疗 林志颖22号上午发生自状的车祸事故 第一时间他意识模糊被人救出 造成他的颜面跟肩膀都有骨折的情况 上市是否会好转 从事故后的72小时将是关键 没办法在第一时间给各位一个很及时的反应 也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状况还不是很明确 我想接下来两三天会是比较大的一个重点 林志颖和儿子紧急被送医治疗 第一时间弟弟林志颖从台南北上开记者会 说明最新情况 经过一天休养后 他也透露各个伤势都很稳定 人在病房持续观察当中 但车祸中极当下安全气囊爆开 瞬间砸中林志颖的脸部造成肿胀 恐怕会导致眼骨碎裂 得要花时间重建 一听见林志颖发生事故 家人们纷纷赶到医院轮流在病房陪伴他 只希望林志颖的声势能够尽快好转 TV的新闻王金人许峰 你现在还没关系小组 桃英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小银铛 门